上不来 就前期保一下他 然后就整场游戏就不管他了 让他自己去带 就千万不能管 你管他可能要出事 你要管他可能还会出事 你要不管他 让他一个人一直带 然后其他四个人抱团去做推进 其实也还不错 是的 而这里最后还是不合时光 但那边我觉得好着好着 可能苏宁的开团没那么强 他就是一个人马 就人马本着配夹蛋进来 对吧 那可能奎英觉得能玩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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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喊的就奥头 都是搞笑过的 挺懂的 现在观众 挺懂的 大家看赛 就看比赛要这样才嗨 要进来 知道你在草里了 来了 已经这把Q学了 那这样的话 感觉要被追着A一下 A一下 再转一下 差不多得了 两边还是可以小转 是多打了一个E 又多了一下 打出了强攻 哎呀 阿兵这波有点伤 马369是直接是退取出门 然后把药给喝了 对 回复品上来说有点尴尬 但是毕竟鳄鱼嘛 这前两集 肯定是乖乖的 在后面得被压了 三集要小心一下 人马会不会配合 因为人马也是从下落网上刷的 很有可能往上走 但这里血轿子有点多 哎呀 主要被压出经验区了 这就很尴尬 还行 我觉得对阿兵来说 有多难顿 嗯 三里这边是没有回复的 反正两边上 那都这把肯定都是要叫打野的 对 就换这把打野来上的时机 蹭不到 一开始刀就不要响了 但现在很多能压鳄鱼的英雄啊 就也就前几级压一眼 一起来以后就压不死 是 鳄鱼这英雄机智摆在这里 还有没蓝条 是的 换血也随便换 这把涛博的对线 其实确实比较好塔 三条线对线都是 优势 对 而且中了这个眼 还捕捉到了人马的位置 嗯 上路鳄鱼直接选择了回家吗 没有 取消了 还是要在塔下挂着 慢慢吃等级吧 对 就一刀二了 但是这一波陷进来要小心人马 这波感觉狗熊要来了 对的 这波来的时机很好 鳄鱼选择了回 这波 现在还是零刀 其实鳄鱼这波回家再踢回来是可以的 因为旁边这个位置已经发现了狗熊了 他的选择不错我觉得 对 那桑芬这边是要在塔下给点 给点压力的 桑芬要亏了 这这波也肯定是要亏了 踢回来因为有个炮车兵 所以这一波阿斌是没有丢经验的 嗯 还可以接受 遗憾了就是回家只能补个复用型药水 对 这个穷的不要不要的 补到有点少 嗯 这肯定的效果还是打出来了 哎 睡到 这个组合选回来就比较尴尬 中路对线也没优势 上路对线也要被压 所以挺考验桑芬的 对 嗯 只要这种时候难受的是打野 对难受的是打野 就是河蟹 河蟹不能争 对 自己家里也一倍刷以后 自己没事干了 对 其实时光这个英雄对线压力真的挺大的 对 现在骚分的耳机里面全是 兄弟你小心我来不了 哈哈哈哈 让让可以让可以让 让我让吧 等我六级等我六级 来不了来不了兄弟 你看着抢一下 哇 三线被压 这个突一打也是真的很难玩 是的 这个也来了 但是狗熊提前蹲到了 哎呀 这波打完要死了 哎呦 有成绩 还好 回来 有急走 应该能跑 有急走 哇 还点个赞 这一波 骚分有点想当然了 对吧 这怎么可能河蟹是你的 他可能看到 那在塔下 在那边A时光 觉得 这边没人 但其实是个错误 哎 骚分绕了一大圈 可能想直奔下路河蟹 这个时候如果 拷搏了下路去打 去打下路河蟹的话 那就难受了呀 哇 这把阿兵还是压力挺大的呀 狗熊又来了 但这一波又是选择了一个 有炮车兵的回家timing 回家补出了一个鞋子 而骚分也可以收一下 下路的河蟹 然后往过走了 但超过的下路 来了慢了一点 所以基本上被收掉了 这骚分也去不了伤 现在狗熊又在上路一蹲 这个鳄鱼很难受 哎 但这里可以牺牲鳄鱼的发育 让骚分在野区比较舒服 嗯 但这把阿兵是真的难顶 16刀 四级 不敢去 也是吃了一个塔皮了 这就是艰苦刻月啊 那这把奎英的效果还是打出来了 这波回家timing很好 对于奎英来说 刚好一个箭带做出来 虽然没到六级 不能快速上线 但是 也不亏啊 节奏很好 这把奎英 对 而且他这边带进化 基本上也不用怕鳄鱼 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 对 这把单进化他还挺安全的 因为就像前面说了 苏尼哥阵容对他威胁的人不多 对 没有那种特别夸张的那种英雄 就飞 飞脸上打 中路时光这边 也还能接受啊 结果回来补刀 知道是没差太多的 应该是没差的 这一波线 如果都能吃了的话 其实我还挺期待 这把鳄鱼会不会出爪子的 刚看主意捡了个爪子 突然想起来 之前是有很多鳄鱼 打亏音是出爪子的 对 爪子那一波可以直接 就是纯伤害把克林堆死 嗯 就是哥的理解 对 就看一下阿兵会怎么选 但这种恶意出爪子 就是建立在 最现在劣势不大技术上 你最起码都 装备差不多时间做出来 你不能别人一见半了 你刚做出爪子 伤害是 如果落后了 可能前期落后 二三十刀就有点难 嗯 但其实现在基本上可以稳住了 是的 现在到六级了 而且身上只要怒气一直有 那就不用慌 哎 这个回家是被看到的 奎尼要不要过来打断一下 嗯 想来打断一下 哈哈 哎 这有时候就这么不服气 多走两步嘛 哎 但是下路感觉有点危险 这里是没有到六级 狗熊拍过来 奥迪哥挺危险的 感觉要死了 推队开出来给一口治疗 伤害还要 又被套了个虚弱 我的天哪 差一下闪下我来咬死了 他打出了第二个W 再加一普攻 哇 这一波其实浪费了还挺多技能的 不过杀掉了 难道一选还是赚的 这主要是塔姆被开了呀 如果金克斯被开了 其实可以用吃来保 嗯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那种塔姆 是直接带进化 对 其实塔姆带进化 会比金克斯带进化好一点 对 是的 哎 但下路这里开机走场打了 一勾直接勾到人马 但人马这波是有六级的 有六级 这边登陆山比较冲出来 应该能杀 挺危险的 没治疗的 脚闪过去 随时也是这样闪现 感觉有可能被追在路上 人马拿到一个双杀 狗熊这波可能回来打的 虽然说 安德 虽然说这里奈克赶到了 嗯 但是这个二打三也是打不过的 哦 这波打了好果断 人马远远的就开机走 这波主要是 骚分到六了 对 六级的人马过来 直接是拿下一个双杀 这是说刚才 上路虽然鳄鱼 对吧 在这里卡下抗了半天鸭 但是人马跑到对面的野区 刷了几波野 骚分 骚分发育很好 对吧 是的 再加上这两个人头 哇 这个就回到我们开始说的那个了 中心很靠人马 人马必须要肥 勾到 但是人马 这个DR太变态了 太厉害了 其实感觉第一时间 骚分还是有点太恋战了 嗯 如果第一时间垂直直接往后交闪 然后 拉灯笼的话 拉灯笼 然后再跟一个 那个 JK拉伍的闪现的话 应该能走两个人 至少走一个 是的 一开始跟他还是想先控制一下 等自己的中也支援过来 可能这波想反打的 但没想到伤害这么高 人马62刀了呀 他这个发育比线上还好 时光要来上路掩护一下了 那这样的话 人马一波起飞之后 感觉苏尼的局势就瞬间好起来了呀 对 他就有精力来管上路了 嗯 这上路现在 其实现在奎因挺慌的 万一人马加时光过来打一波 奎因这种英雄 我觉得死一波以后就难受了 对 你死一波真的节奏就没了 而且下路这波击杀完以后 由于金克斯还有双招在 所以 勾到了 这波挺危险的 又刷了一下塔姆 直接吐出来 那奥怎么办 这波是没闪的 伤害要差一点 金克拉伯这个轮子已经跌了起来 伤害很高 不过是带不走奥的 是的 这波就没办法了 毕竟你开始打到金克斯 金克斯进化都没用 主要还是没张人身进的 这波套波的下路 是一个张人身进的没有 难道 骚奔又想过来打一波吗 这波 看一下套波的下路 这波 走的走位就很出力了 那这波小龙感觉有了呀 中路也推完线了 下路也推完线了 两边可能是要先锋和小龙 对 套波还是很喜欢打先锋的在前期 因为他们的打打 其实比较依赖先锋 对 比较依赖先锋 想踹一下 但是很勉强 也就 走了走了 也没有选择打小龙啊 可能觉得初级 这小小龙收益也不高 还不如先拿个肚层 对 过来找找机会 一会再打 然后现在苏黎的下路 两个人的状态也不太好 还想来嘛 就是有点浪费时间了 感觉 就真的 他会认为 我现在去打小龙 收益不高 我不如把你逼走 下路吃肚层 就 直接来的钱 和一条土龙 差了那一点点属性 对吧 你要做一个选择的呀 只要的话 狗熊可以腾出手来 等会把小龙再拿 反正 骚芬的想法也 可以理解吧 我觉得 骚芬还比较 自动自己发育的 其实我倒觉得 刚才本小龙也可以接受 这是两种选择嘛 他自己的发育很好 哎呦 鳄鱼这一波 又被打了一套 有护甲鞋了 现在很嚣张 但是这边打不一 还是难顶 手短啊 这被动早了 好疼 那边催局也要爆了 对吧 三十九发育很好啊 可以回家 这波回家可以输装备了 他这个线上 基本上就一直压着在打的 不过我们看鳄鱼的装备 鳄鱼的补刀 其实还可以 就是现在鳄鱼比较 就是奎一打鳄鱼 或者纳尔打鳄鱼 比较尴尬的点 你压不死他的 除非打野过来越 但正常情况下 其实把鳄鱼的强势期度过了 就也还行 就算成功了 但现在也就鳄鱼还有一波反的机会 对吧 第一波参团打出 对 打出人头 其实 就把初一级点烈士补回去了 这把这个位置 被发现的 有没有失去两个人来一波 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通事 少透 少透 才到阿兵家这里了 那这样的话 鱼太商量 没TP的 对 我感觉刚才人马就在旁边 就两个人会不会去 直接打一波 又来了 你知道阿兵这波回不去了 雷大哥 来但人马在后面 这边把红路用掉了 这可能是一个勾引 这波很尴尬 这个塔要推了 但左一先到 这一波 那就不能打了 赶紧溜 水没有水到 鳄鱼直接开大来守了 这一波是想把一圈塔守住的 但是被Q到了 不敢向前 应该能把塔守住 也还行 守住塔 这算反应也快的吧 这边安卓也是 发现了以后 第一时间就往上赶 所以套波这里 并没有月塔的空间 安卓这把的对线打 还算比较成功 没被压多少 两边现在 你要硬说的话 其实还是个军事吧 看等一会第一波节奏 怎么起来 而且现在这龙 真就没兴趣啊 其实这个龙对 套波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吧 我觉得 他们其实是可以找机会动一下的 是的 上路 切完线走就行了 哎呀哎呦 这有海腰之后打太痛了 哦 直接半血没了 而且现在大招也在CD 兄弟们要赶紧来了 已经来了 这边人马 但是奎音这里警觉性很高 但是照了一下 照出了人吧 这把三角线上打得很不错 嗯 其实感觉苏宁这把线上打得都还可以啊 苏宁是扛住压力了 对 苏宁特别是中下 我觉得扛住压力了 哎呦 好难受 这波左翼和熊都能上来 所以直接推了 这应该是走走位 就能把这个伊克塔逼掉了 对 但是另外两兄弟也在旁边 给人马踩灯笼 不踩灯笼 炸弹 扛到14分钟了 嗯 我觉得算是比较 接到这上列 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而且这个先锋也撞了一头 对 那这没有镀层了 A一下 A两下就没了 这段时间套波的战力很强啊 四个人都跟 更新出了神话装 是的 我可以还是很肥的 但是另外一边 苏宁选择了拿火龙 嗯 还行吧 这个总是有交换 我感觉两边的第一局上来都在摸 对 没有那种很冒失的进攻 这把节奏可能会打得比较慢啊 因为看一下两边的阵容开放能力都一般 对 可能这把 套波就是看309这个单带的 而苏宁的话可能就是要拖 后期 然后时光宝一个大盒去玩 对 苏宁这把还是想打团的 套波这把就是单带 看九宝这个可应的单带效果吧 后面 感觉下一场小龙刷的时候 两边应该就会有一些争夺了 时光这里也是稳啊 两边节奏很慢 这把比较武的第一局都先摸摸底 是的 哎 鳄鱼就可以在这里慢慢卡线了 嗯 现在就看奎音怎么玩 也没信 还是得去上 因为下面的塔还没掉 他现在在上路的话能够自由一点 其实现在奎音的就一定要把视野做好 我一直觉得这种英雄就是不能死 死一下就尴尬 不过他现在发育也太好了吧 保护纳剑暴击 这要是要帮助中路给点塔的压力 嗯 可应这个英雄也是个三年套英雄 没等到第三件无尽做出来 打团才比较狠 扫到了 这一波要上了 要上 369直接交闪现 再怼一下 那自己还是狠狠 可应这一波 呃 人头没有让出来 苏宁想让着 被烫死了 那这个苏宁就很赚了呀 而且这边还能阻止一下卡萨打先锋 果然是你的闪现还交了 对 那下一波奎音没闪 有进化还是很危险 刚才这一波是草里的扫描 刚好扫到了奎音这个身影 嗯 骚分这把打得好啊 嗯 涛不就怕这个 哎 这里 时光过来配合到人马站位 太肥了 11级了已经 对的 有9级 来看一下鳄鱼有踢踢的 而且有踢有大 直接踢过来保先锋 嗯 这个先锋应该有了 那这个节奏就是落到苏宁手里了 现在 我来尝试一下 苏宁通过人马这个点啊 就把这个局面搬回来 现在人马3-0的一个开局 11级 想强 这一勾没有勾到 大招 但是苏宁其他人也来了 要吃上去 啊 大招都不舍得交 哎 这一波感觉苏宁也没有练战啊 哎 不过这一波 有水银 水银很早就做了 水银很聪明啊 嗯 就是要么带进化 要么保演做水银 要么磨水银 哎 对29选其一 但是这一波苏宁还是赚的 赚的赚的赚的 杀了 这个奎英 然后拿了先锋 然后也没有付出太大代价 金克斯经济怎么这么好啊 嗯 金克斯下路是插了塔的 哦 还镜头没给到 欧比选手给到369 对位金益杀打到了将近两千 嗯 但这个局面现在 其实对于苏宁来说 我觉得已经算把前期很好的 度过了 哎 是的 现在其实暴起团来的话 涛部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对 其实我们BP的时候也说 就是人马 这马很怕人马特别飞 找到 这马人马就特别飞 来了 11级的人马太夸张了 这个时候反身异 但是鳄鱼闪现过强就没办法了 说实话 刚才这个闪现完了 这奎英也没有什么能够逃出了 是 转变太深入了 他被照到之后就没办法了 现在经济两边是完全一样 嗯 但理论上来说 涛部这个阵容初期应该是能占点便宜的吧 对 其实他这个阵容前期应该打个两三千的优势的 而且拿了低条的先锋 而且金克斯有点肥 现在涛部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狗熊和人马发育差距太大了 至于等一会儿中期团打起来的时候 两边坦度完全不成正义 是的 那个人马现在涛部处理不掉 但是人马还带着炸弹 带着复活冲过来 这狗熊进来就直接被秒 又发现了 感觉三十九一点打不过的 直接被孔到 刀分直接完成了一波 几乎是单杀 然后时光给了个技能 但是 时光蹭了个助攻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靠过已经很难很难了 最主要是奎因这个点已经不可能完成分带的使命了 对 他现在一为一打不过人马 那就没办法了 他一去代就要被人马踹 对 然后如果人马不去管他 塔姆还能飞 奎因实在太怕这种了 就是前面很肥的一个奎因 但是中期突然死两次 那这个奎因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奎因的单带必须是正面四个兄弟 得牵扯苏宁足够的注意力 嗯 你不能放这皮野马过来啊 这马骚风打探好了 我确实 真的好 感觉现在 现在这涛博正面四兄弟 往中路一站要被开啊 有点夸不住 就两边 这四个人在中路就是互相对视 谁都不敢打谁 先手能力都一点差两边 就是你说的那个情况就是 如果说蓝色方四个人在一起 和单个人在一起 这个四腰是哪头都怕被开 对 每一头都怕 那这是不是挺难解决的 就看 这真的就看着人马想眷顾那一路了 是的 想去人多的那个地方 人马太黑了 对啊 骚风打得好 而且他都打的是要害 是的 前面的一个双杀 然后这两波连续击杀三六九 这打的都是套拨在这种 在当前时间段比较关键的一环 没错 直接把你节套给断掉 这人马天天带着个炸弹往里走 确实是操不住啊 好吓人啊 这把是个水龙魂 接下来 其实本来龙魂团 我觉得应该是操博 中前期可以利用的点 对吧 左一 但TOK一下 牵扯一下注意力 然后回这旁边带 但这代是完全利用不起来 哇 这边还有人给输经验 中塔掉了 上路 这个时候要拔上路一塔了 感觉三个一塔都有点守不住 感觉这样的话 两边可能还都想往后拖 因为套拨现在带不动了 他们也只能往后拖了 然后苏宁不着急 反正觉得我碰了两条小龙 现在 陶伯很担心的一个点 就是他单坦阵容 打到后面恶飞流失和可因的输出环境 一定会很差 对 然后那边还有个时光呢 这个不怕很多人马往里振了 一个个鱼 一个人马 人心一点脾气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涛博C位的个人选手发挥 会比苏宁这边难太多了 如果要打到相同程度的发挥 对 就左边其实你想到 你想要好好地打输出 是挺难的一件事 输出环境太差了 而且他其实拿到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在说嘛 就只能打四腰 但是可因被抓了两拨以后 现在有点打不了了 反正可因这种都这样 就是容错率会比较低吧 对的 前面如果能打好了 然后无解飞 最好能对线再配合打野 杀两次鳄鱼 那这把可因才算真正起飞 像这种正常发育 你先看二十来刀 不太行 打防止作用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个对鳄鱼来说完全可以接受 对 而且鳄鱼现在在边线已经可以 慢慢地就发育了 完全不着急 主要也不敢压这个鳄鱼了 是的 被治了两拨了 你现在压个鱼 很可能塔姆开车 带个人马就来了 你看这个金克斯玩就很舒服 石王给个加速 塔姆在后面随时吃 这种金克斯就是 有两个辅助可以保 帝王待遇嘛 皇帝胖上那两个拿扇子的 左翼的伤害还是可以的 但是 这感觉拿不到实质的优势 哇 这边逼的金克拉伍 第二天直接做了个大清雨 因为觉得现在 人马太肥了 对对方的前排 打不动 戳过来 这反正要死了自己就 配合两个炸弹 已经冲 太猛了 现在淘宝的经济 其实虽然说是一直 小有领先吧 但是搭配整个阵容来看的话 他们现在 缺少一个破局者 对 主要就是打不开局面 反而是这样往后 对苏宁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苏宁后面两个大前排 开团 容错都会比 TOPO这里好一些 主要 苏宁这个阵容 他们一个收割位的金克斯 再配两个冲阵的前排 再配合两个辅助 这感觉阵容搭配很合理 而且我跟你说 时光 他清线能力 手线能力是真强 防守大师 这是防守大师 你猜我 我一点都不慌 他可以把站在扔路上 你受得了吗 对吧 扔完路上我就回去了 你根本开不到我 看一下现在 对位的经验啊 鳄鱼的等级已经领先了 反超了 上也是领先 那边的话 幻风也是领先一点 幻风那边刚才是时光嘛 毕竟有个时光 经济领先 经验领先也是比较正强 时光这一点 确实不可忽视啊 不可忽视 我觉得要真对的 给打野啊 给这种关键位置传经验 这就很烦 特别你像现在打野在前期 还是蛮需要 关键那一波 等级倒六的 关键一管 人马这种英雄 就是倒六有质变的 对吧 对 而且你看 倒六一旦顺起来 后面就是一波比一波顺 哎 感觉人马好久没更新装备了 他身上小件太多了吧 嗯 对 人马出了三小件 嗯 这边水龙还有四十多秒 这波水龙看样子 淘宝是想去争一下 哎 干嘛 这人马好吓人 想点灯了被恐惧了 没发过来叫闪现 闪现点灯了 但是金河都决了一发火箭 金河老这边输入环境不太好了 这边交了一个水银 没交水银是张 进化写了一下 我看一下 淘宝这里感觉是打不了了 回应的话也不 其实两边都打不了了 其实两边都打不了了 但是这边安德的大招还在 因为苏宁这里 其实他们开团手段也是比较单一的 人马的大招一旦没有取得人数上的优势 那后面 淘宝也不怕了呀 你没有第二个往我里面冲的人了 两位GC都把血吸了上来 那这样的话人马没大 感觉涛博士反而可以动这个龙了 对呀 这边这个龙应该还想过去打吗 人马没大的话 就他们开不起来 人马跑起来转下去 人马有时光的加速 但是这边直接没定住 拿下了龙 这波要溜了 不溜可能要出事 这波勾 没有勾到 叫闪现躲掉了 其实这里再过去 差不多没什么意义了 是的 但是涛博士很好的抓住了这个机会 杰克娇闪现保住了自己以后 是 成功的把脚水龙团打赢了 那问题来了 这波交闪保了 那下一波怎么办呢 他一个垂石保不住的 对呀 那就没办法了呀 下一波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要小心一点 下一波可能有个秒表 刚刚这波是不是金额兹上来的时候 被打了一刀 突然血量有点低 但是后面追击的时候 被左一给打了 对 应该是追击的时候 被左一打了一刀 刚刚第一时间 其实三五的腿都是不在的 是的 还可以啊 这一波拿下小龙以后 又把下落的防御塔带掉 那慢慢的 对于涛博的节奏 是稳了下来 是的 这一波涛博是转的 但是要小心 就是下一波 刚才斯坦说的 杰克也没有双招了 那下一波 如果在正面对峙的时候 很容易 也没什么好对峙的了 对吧 就是老老师拖到下一条龙 只要出来一点点 然后被人马绕后 就很危险 对 是的 就是要万分相 对 这人马对于那种 没有位移的AD 杀伤力太强了 看到不见了金克斯 对吧 不过涛博这里 是做了一个双 大清雨 回第三件 也是做出了大清雨 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这把 可能觉得对方的 两个前排太吓人了 是的 这把大清雨 新加比高 是 人马 鳄鱼 还有塔姆 又肉 不打又高 然后还有灯笼 合成睡 睡到了 不够有吃 不够一胶 又来了 又来了 想扭伤 定一下 杰伦老被恐惧到了 这我们还是被鸟了 金克斯拿到这个人头 这怎么办啊 这说实话是守不了的 这可没了 没有冲刀法 真的是毫无办法 就看到这个人马 这样冲过来 只有两手一摊 这时光给个家 不给两个大 人马怎么那么快 这样 像厄飞刘斯死掉了 苏宁这里逼大萌 正面少了一个绝对的战斗力 这边大人直接下了一半的水了 狗熊有闪的 但是等级上是落后了一击 这波小型硬抢吗 奈德化成个陈 双晨剑打下来了 奈德跟随便在地往后拉了一下 狗熊咬了一下骚分 阿BG也被咬死了 而且奈德的招选项可以走 这边三里有打得很不错 输得特别的高 而且这边变大 还可以继续追吗 骚分感也要被留 这边奈德还真跑 骚分感 骚分 骚分要死了 哇 这一波全打不来了 这一波是奈德一个逞 双晨剑 哇 这苏宁有点没想到 哦 这一波就是把刚才 所有的烈士 全部都打了回来 这果然是开水战术啊 这一波真的是 双晨剑 让苏宁有点意想不到 本来感觉很稳的一个大龙 而且阿B那个位置很尴尬 他面对这个奈德两下就没了 对 奈德这边伤害好高 一勾没有勾到 基本还要打 哇 奈德没有夹到 大招过去差一丝血 但是没有人捕后面的伤害了 其实现在你要看苏宁的阵容 真的就 如果说人马大招已经交过了 他们阵容确实是很缺主动性的 对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显身 对 没有第二个猪宁控制去打 这确实是快 没办法这个就 走位 我的天 但是这波惩戒 有点不小心了呀 那边桑本准备出手 直接被双惩戒拿下了 是的 这个时候人马气急败坏 想去找人算账 对 阿B也很尴尬 面对这个口音完全 太脆了 这边怎么又贴得起来 三鱼刚刚是挖了一套幻风吗 他都选了好 选择闪现 是的 应该是挖了他幻风 这段时间三六九打得可以啊 就逼出了金额斯一个闪压还是蛮重要的 还有就是这波大龙Muff 其实让他们的经济优势 直接扩大了好几千 嗯 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 随便就能玩了 对 我装备好 然后有一个大龙Muff可以带 看一下下面这条小龙吧 这条小龙苏宁是不能再放了 要稍微离敏一下兵线啊 这边右下角给出了 嗯 你马跑得快 我鸟飞了就不快吗 这波三鱼打得很好 哎 哎呀呀呀呀 这个就可以不用给 这个 本来本来都以为是 对 本来都以为是 亏宁很帅 对 老虎很帅 但是遗憾人也没那么帅 来这里要过来抓了 这个很帅的亏宁 这波就 没有进化呀 这波就没闪现 直接阵亡了 那这一波水龙没了呀 不过Kalbo的选择也很正确 周路直接逼高地 嗯 给点压力 二十三来点一波 要走了要走了 有灯落 问题不大 这条龙 哎 这条龙他不还想争吗 小个上单哎 少一个人 但是人马也没大招 人马没大 对 所以看一下 涛博这一波 能不能够把这个龙弱掉 好像不太能弱 宋静的重将已经赶到 是的 这一波涛博是不好争的 这人马又跑起来了 毕竟少个人 他要耐这个 左一能不能睡到关键人吧 嗯 睡到关键人能打一个残血 还有了打 嗯 我尝试性的抢一下 靠左一 哎 狗虫下去了 这边是一个灯下 黑没有人知道 狗虫在这里 但是这个又被开了 JK这里也是 这遇到三个人 这边打一炮 被吃了进去 又是一个永双 静的下塔姆 阿兵接冲了过来 哎 狗虫出来了 又抢到了 又抢到这条龙 但是狗虫自己是回不去了 这一波绝对可以接受的呀 哇 这一波两条水龙了 这卡塔 好能抢 这波唯一可惜的是 JK浪教了个闪现跟治疗 那下一波他又得小心一点了 对 就可能会重蹈刚才中路的覆车 不过好消息是把 对于淘宝来 好像是把这个龙给拿了 苏宁感觉这把被这个抢龙抢的 有点 特别发麻 那个草丛他们也没有检查一下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藏人 抢龙位 来看一下刚才 这波经典的回放 卡塔直接出来 就普实无法的抢龙 对 虽然自己是跑不掉 但这波抢龙很关键 这是苏宁的听牌龙 继续来首线 现在大龙还有两分钟刷新 装潢可能又要运营一阵了 虽然这把人头不是很多 但我觉得两边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 金克斯这边是四件套了 金克斯的装备一直很好 苏宁还是得保着金克斯吧 他们越打到后期 他们的伤害手段越单一 其实他们上周也打到后期的伤害 是不足以给套龙 制造太大压力的 是的 但是刚才金克斯装备没这么好 现在完全围绕金克斯打就可以了 四件套再加上双辅助的保护 我相信套龙的3C装备也很好 3C都是三件套往后走了 但套龙有个尴尬的点 就是他们有那种硬突后排的硬开团 就是金克斯的输出环境 其实是相对较好的 但是套龙他们现在很灵活 有一个左一 一个这个腿一到处骚扰你 是的 还是让苏宁会比较投诚 但现在如果抱团推进 你开不了团也是白搭呀 你看现在就硬掩护着兵线过来 现在苏宁这个阵容就进化成一个四保一了 对 前面是四保一人马 现在是四保一金克斯 因为现在人马的话 逐渐推出历史舞台了要 差不多 团战里面承担一个放大 踢回C位的作用 还得走365的无尽 39无尽出来之后 他跟金克斯一换一 套龙就赢了 对 但感觉很难换掉 人家有时光有卡姆 毕竟两条命 甚至三条命 三条命啊 你太难换掉了 我觉得你不能指望 三个九继续换掉金克斯的 但那个也不好说 这个除非是 这个金克斯也是容易被换掉的 但苏宁的是 对面面对的是 人马加卡莎呀 真能比的 其实现在两边阵容挺有趣的 套龙这边三个C 然后苏宁这边 只有一个金克斯 就等于说 套龙这边 就三C换一C嘛 能用两个C换掉 金克斯 他们也能赚到 也能接受 对对对 只要留一个C 打后续就可以了 这个是套龙的优势 但是套龙的优势 不能是左翼吧 感觉左翼的持续伤害不太够 我觉得现在这个局面 是 左翼应该挺容易死的 对 不过还好 现在 套龙 左翼和 恶飞流姿都有表 人马也没那么好 其实现在苏宁的上野缺伤害 这一波 打了 RBG炮防 没有接到 套龙的伤害很高 其实是把RBG打成了团结 这波套龙是交了自己的原生闪现 往前打了一炮 但这里套龙想过来偷人了 这波三C打得不错 有点压力 基本上正面逼退 都是三C打出的 其实我感觉苏宁现在有点被动了 就他们必须要保证 金克斯去稳妥的做推进 这样的话他们阵容可能会 露出一些破绽 你看 就一直有这种破绽会露出来 套龙可以 建设去打 安德斯的血缘又很威胁啊 赶紧给了个治疗 是塔姆的治疗 你现在看苏宁 他们上中野的装备啊 其实现在比较 真的是比较缺伤害 就是这个阵容 就看金克斯能不能起飞嘛 金克斯如果能打出被动的话 那还是有机会的 这金克斯这种英雄的特性就是 如果你被他进入到收割模式 他其实一个塞的伤害也是够的 现在两边进入到最胶着的一段时间了 现在一波团的胜利 可能几乎导致正常比赛的胜负了 主要现在感觉不像十分钟之前了 十分钟之前这个人马踹过去 感觉涛泊实在是没办法 但现在的话人马踹过去 他可能自己操作 不是要被秒的 对 左边来伤害起来了吧 是 我换风 现在金克斯一个人往前 换风现在就是要有点输出 因为现在除了他以外啊 鳄鱼跟人马上 你就是两下就没了 是的 现在就是几乎是一个炮兵班 就推着金克斯之门炮往前走 来 这个加速又来 但是他们这样做 应该是为了接下来的水龙吧 先把你视野完全压缩回去 等会我拿水龙 果然没打得果然是如赛以前所说啊 非常接近的两支队伍 打的也是很胶着 金克斯拿一个红buff 人马在那里就多了两分钟了 人马 人马这个两分钟说不定都不奇迹吗 来了 有表的 先拍一下 先拍一下人马 但是狗熊的水来有点低 这波后续能不能完成 是被一个大招 被小招走开 这边的话 左一打一套技能 把二人都低了出来 人马现在大招还在身上的 看一下后一步会怎么样去选择 这条水龙感觉有机会 苏妮可以拿 因为这边狗熊已经没有状态了 但是涛博好像想逼大龙 逼大龙也可以 但是人马就在大龙附近 而且其他两个人可以开车过去 对 金克斯一个人去打 他们有车可以带金克斯到正面战场 在这边涛博已经在打大龙了 在这里小龙打得很快 是可以赶着过去的 看一看这波怎么说 直接开车来的正面 换手来直接打掉了 那这波能杀人吗 左一逼到两个人 但是耐着自己也很危险 叫这个进化 有一个帮大龙 有一个帮大龙 前方大龙 冲下去没有 这波搜尾有点勉强 有点勉强 搜尾这边被打退了 已经没有什么血量 但是还是可以继续追 这波不追可能就要出事了 所以咱俩变大 拿着照一下 高大龙的余事还行 看一下金克斯 能不能进入收割的情况 华豫想A 加一颗拙 这边华豫 华豫A了起来 全身跟我们都在阵防了 耐得感觉很危险 当你已经倒地 华豫还在打 华豫找个进化 被吃了进去 华豫 华豫没有倒 华豫拿到一个Triple kill 所以这边想换阿兵 被金身 大家一起的秀了 这一波好伤啊 直接阵防了一个人 而且后务时间很长 一换四 金克斯去发火箭 没有能够打得到 这波鱼有踢吗 鱼回家以后 应该是可以选择TP到正面 30秒 有机会一波 鱼应该是想一波的 后面时光大骚又要站好了 对的 左翼赶一个人守不住啊 左翼赶清线 但是他这个飞行 一发一发拉得 是比较慢的 还有10秒 这什么 18级了吗 感觉一波不掉啊 不对 应该一个来的话 有机会 那是这里千万不能阵亡 对 好像要走了 好像要走了 这边全是火了 这边欧豫尼斯也只有5秒复活了 但这一波大龙拿得很深啊 虽然大龙拿得下来 但在后续的逃跑当中 是被苏西找到了机会 被换风给 主要是 Soulton 刚才这一波大招一直在 他就能够给到 超过一些压力 而且A叫 第一个人的时候 金河斯就起飞起来了 对 主要A叫AB个 就刚才说的嘛 金河斯只要能起飞 他的一个人的伤害 都是够 支撑整个团战的 对 就看第一个人 这次光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狗熊的位置 和自己家C位 位置有点奇怪 他没有办法 能卡在自己家C位面前 让自己家的C位 就没有一个前半 能保护一下 是的 因为狗熊是刚回家 不喜欢状态走出来的 最后想强换 换风 换风已经做出银血剑了 这波换风打了8500的伤害 果然都是靠一个C位打伤害啊 就是一个程序的自保仪 现在 对 金河斯六神 但换风上一波 也是招过双招的 我还真会不会成为一个瘾 但是上一波 他的双招是追击交的 对 他是追击交的双招 所以如果在正面正常拉扯的情况下 我还是认为 靠国的阵容 没有办法给到金河斯一个 很大的威胁 对 就没有那种 好 大招 大招 直接送货 没打到 这波大招 还真可能阵亡 真有机会 前面鸡泡也交过了 但旁边有鬼音 这个时候苏宁应该不会想要铤而走险 找了一下 看到旁边的人马 现在还有大龙霸腹 可以稍微的拖一拖 但两边的经济 感觉 咬的还是很死 苏宁这一波团打赢了 其实也并没有拉回太多 对 现在经济也不太重要了 主要要看那个水龙魂 关键的C位都已经是全部神装了 苏宁可能要等水龙魂 而且涛博下一波团战 我觉得有机会 涛博这三块表在身上 这三块表很有可能会阻挡 苏宁的金河斯的安装收割 对 就是要强化你金河斯 但我觉得苏宁可以稳一下 等那个金河斯的双招好 打了个水龙魂 时间是要吃了 现在应该是要稳一下的 因为上次毕竟有超级兵 这个时间点金河斯如果死一次的话 有可能被涛博一波的 感觉苏宁也不着急 等一下金河斯的闪现 他这个闪现好像好不了了 水龙还有一分半 为什么还等不进化 这什么意思 开机走直接上了吗 咬了一口金河斯直接送火箭 这把火箭效果不错 直接给到三个C位 但是没有后续啊 金河斯还是真的是 后期四宝一的大哥 太猛当了这英雄感觉 连那个回程的阵法 都是把金河斯围在中间 要卖鞋吗 还是补了一下那个红耀 应该是补了一下红耀 现在的经济应该还卖 卖不了鞋 还不太够可能 对 你想他上一锅台 补出了最后一件装备啊 对 装鞋子感觉挺重要的 嗯 还有五十秒小红刷新 现在两边的焦点都很明确 一边是秒金河斯 一边是保金河斯 是的 出钩想尝尝运气 哎 这人把这机肉帮你冲了 这装鞋子弹得好大 这机里脚踏踏 但全是推音不在 他们是在正面打击 五打四 但是有过 这把这些大招都出来了 血量有点高 稍分稍分跑了出去 小卓 小卓跟他的血量也不太好啊 金河斯这边的大招也已经放过了 那在被追击的过程当中 苏尼的证据没什么优势了 这条小龙要让了 这个小龙可能苏尼不好争了 人马这个血量 跟安德勒的血量 有点抬不上来 对 而且人马没打招 这波要走了 这波应该是让了 这波想打一个以多打少 因为奎尼刚才上路在线 但人马冲过去以后 其实自己的主力输出 没有办法跟上 很难跟上 对 金河斯的伤害 不运不能第一时间给他后排 那这样的话 这把又七龙出了 好激烈啊 还不好说 现在就是一波团的事 现在就是老话说的好嘛 两边都六神装了 就是谁都有机会了 金河斯的六神 如果停止住的话 也挺尴尬的 是的 就他们现在 他现在作为队内唯一大哥 装备就没有提升空间了 不过装备确实好啊 你看这暴击暴的 不过有基兰的加速鞋 这把其实可以买 对可以买 就是没钱吗 对 就是没钱 有钱早卖了感觉 待会应该是有钱了 嗯 最后一下卖的出什么 出个春歌 看之如何 春歌 站起来也没需要 这把 蓝盾感觉也 这把 可以 我跟刘斯都是暴击 对 出个蓝盾 收益也挺高的 是的 可以的 这里又养护着 焕峰开始的推荐 中路的防御塔 感觉被剪掉了 焕峰又来了 不过奎英从侧翼 一直在勾引 现在涛博没有人 能吃几号出血 这个焕峰 现在所有人都只能在后面看着 是的 焕峰很赶上去打 不过狗熊的位置被发现了 哎 讲实话 涛博狗熊不能在后面啊 嗯 他如果去绕后的话 队友位置一定跟不上的 对 也没太大 在队友前面才行 得赶紧回正面才行 主要狗熊不像人马 对 现在这种推进节奏 感觉很难受了呀 中路的水晶要被磨掉 这一波 这很尴尬 被打了一小雪了 阿B要死了 哎 这一闪人会 还这么磋 他们很尴尬 被吃了进去 被吃了 被输出了 光光也倒地了 这波感觉肃义要溃败了 哦 要溃败了 最后Kill 二的话也是被留下来 一个夸张Kill 自杀 这边变两 他能不能追下五杀 刚才阿B的那个位置 给了一丝丝的机会 把他把握住了 直接把他秒了 在混战之中的话 中间没有机会 保住自己的后盘 想断冰线 想断冰线 感觉要不一波了呀 现在有两个AC可以拆 一波了一波了 哇 刚才那一波 涛博完美的阵型 是的 是他们最想要的 这一波 就是你走到脸上 给我迅速的AC 这个时候 你十万大楼给也不是 不给也不是 我没想到啊 最后涛博是硬生生的 凭借任性 给打了回来 还感觉就在 涛博这中欧区的决策能力 还提升得挺明显的 他们最后3C 还是操作起来 而且苏宁确实在 那种团战的时候 死到一个金额斯 其他人也会出现一些失误 对 因为他们整个阵容 非常的被动 我觉得可以这样去说 两边的阵容 初期啊 涛博的阵容容 容忽率其实是比较低的 对吧 因为上路奎英一旦被抓到以后 杰博一直会落在苏宁手里 但是真的就到了后期